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工的外好 在海洋科考探测方面 海洋空间站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 凭借在这一技术领域 中国已经超越美式等海洋强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 毕竟陆地面积十分广阔 但其实中国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 而且海洋中资源十分丰富 说今中国已经定下了走向海洋的战略 所以必然会增加在海洋领域的投入 既然要开发海洋 那么就必须先了解海洋 目前中国对海洋的了解程度并不算深 即使算上圈人类对海洋依然存在大量未解之谜 为了探索海洋 中国此前已经研发出了蛟龙一号深浅器 可以下五阳戳鳖 蛟龙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在神潜水器 目前已经成功下潜至下七千米的深度 是目前世界上同类型潜水器中下潜深度最大的记录 这艘潜水器可以搭载三名潜水员 在海底连续作业数个小时 并且已经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实力 但蛟龙号虽然下潜深度高 但也存在局限性 那就是其内部空间有限 所以导致搭载深远数量 以及水下的持续作业时间不足 而深海空间站则能够很好的弥补这一点 要知道蛟龙号空重不超过22吨 最大载核也只有240公斤 基本上酣至三名潜水员就没有其他空间了 所以难以进行更多的水下科研活动 而新打造的深海空间站 其吨位达到2600吨 并且可以容纳33名科研团队在水下作业 续航时间更是可以长达十几天 虽然深海空间站的水下作业深度不及蛟龙号 但时有所短 错有所长 水下作业的最大难题就是水压问题 毕竟深度越高 水压越大 蛟龙号采用特殊的外壳以及材料 才能够让其下潜至7000米深度 想要上2600吨的水下空间站下潜至2000米 已经算是十分不错的成绩了 毕竟普通的潜艇其下潜深度也不过几百米 即使是苏联研制的世界顶尖核潜艇 也不过1250米 由此可以看出建造水下空间站难度之大 其实所有科研神员在进行深海探测时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水压力 要知道 世界上最大的捕鼠动物 墨香精 也只能偶尔下潜到2000米的深度 就是说 墨香精也只是在海面上活动 在海洋中 每下潜100米就会增加10个大气压 如果真的到达水下1000米的深度 人类所要抗衡的力量就会达到1000个大气压 如何来形容这个压力 就好比只要一只蚂蚁 要背挤一辆小轿车的重量 没有任何可以存活的可能 如果神类真的出现在世界上最深的11000米的海底 还难想象被整个海洋压在深底下是什么感觉 第二个问题依然是气压 因为神类虽然可以借助深海探测器下潜到海底 但是探测器为了对抗深海的压力 依然需要调节探测器内的气压 而不断增加的内气压 会对神体造成极大的损伤 就拿呼吸尾力 神体的呼吸系统会遭受很大的影响 只能呼吸经过特别的氧气 此时 探测器里的氧气已经在高气压的作用下变成了毒气 不仅如此 深海探测会使神体的血液溶解性发生变化 所以浮出水面的过程要缓缓上升 第三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黑汗 太阳的光线是无法穿透150米以上的海水的 约往下潜只会是漆黑一片 而且能见度几低 基本上只能采用雷达对周围进行探测 而且还会面临寒冷 深海腐蚀性等问题 要我说 最恐怖的就是深海的那些生物 谁也不知道在未被探测的深海中 到底有没有像哥斯拉那样只会生活在深海的怪物 或者是比墨湘京还要大的生物 又或者海王就生活在这里呢 所以说 未知的生物才是最恐怖的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居然还有这么多没有被人类所了解的区域 总感觉有些不合适 从1960年1月23号 美国首次实现载人潜水器 下潜到水下10916米后 至此之后的52年里 再也没有第二人可以突破 直到2012年 美国的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独自一人下潜到10916米的深度 再次实现载人潜水器的深海探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这个半世纪内 人类从空登上月球的有12人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又重提深海探测呢 人类对于神秘的海洋还是十分向往的 虽然海洋事业的发展较慢 但是对于海洋的探索是必然的 事业不会允许让未知的事物存在于人们身边 海洋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 在深海的探测处 不仅仅有千万吨级的石油资源 还有数不清的稀有矿藏 特别是被人类称为新能源的可燃兵 就隐藏在水下300米的海底 据有关数据表明 已知的深海可燃兵存储量能够供人类使用1000年 在这个能源消耗巨大的时代 新能源的发现无疑是众多国家疯强的现象 尤其是海水中海运藏着丰富的核聚变燃料 刀川元素 正设计于对海洋的探索 还有对海洋资源的开发 中国在2000年后开始加大力度对于深海实验的研究 启动了焦龙号在人身前的科研计划 在2009年到2012年 焦龙号先后成功取得1000米级 4000米级 7000米级的深海记录 一步一步的强化了中国的深海资源能力 与此同时 中国的又一个深海探测力气 也在同步进行着紧络密鼓的研究 它就是中国首个实用型深海移动工作平台 龙宫一号 曾在何时 中国就流传着龙宫的神话 这个寄托中国神美好愿望的神体 终于在近视成功现实 如果说焦龙号是神舟飞船 那么龙宫一号就是深海的空间站 这个被英国专家指出 在科技领域已经超越美国的超级工程 是怎样的存在 龙宫一号是我国在水下2000米的地方 特意建造的用于海洋探测和开发海洋资源的工作平台 根据我国深海空间站的三部组战略 第一部是小型深海空间站设验艇的研制 第二部是小型深海移动工作站的研制 第三部就是研制实现水下逗留时间60天的深海空间站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计划 第三部还在紧张的研制阶段 火锅目标在2020年到2030年之间 建成长度达到60.2米 形深9.7米 形宽15.8米的深海空间站 它的正常排水量可以达到2600吨 这样一个深海空间站可以说是麻雀虽小股脏俱全 不仅可以很好地完成深浅的工作 还拥有各种生活设施满足科研人员的生活所需 同时装备和动力系统以及一系列的深海科研设备 30多人的科研可以保证一支系团队 在水下深度2000米左右的地方进行为期60天的深海科研生活 这一个深海研究基地或许就会称为深海前行员们的未来的家 像太空空间站那样常年有人助手 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建造深海空间站的国家 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开始了深海探测的比拼 这么看来 当时两个国家真的是不管做什么都要比一下 无论是上天还是入海都不服输 于是在1965年 美国率先研制出能在海底可以进行长时间工作的 NR-1深海空间站 从当时的数据来看 这个深海空间站长45米 排水量为400吨 可以潜出水下1000米的深度 同时采用核动力发电 可以供13个人在海底工作15到20天 NR-1的主要任务是绘制海底地图 进行地质勘测 水下搜索 海洋研究等 那为什么说中国深海空间站已经超越了美国呢 美国虽然也有类似的装备 但美国深海空间站并没有自己的动力 所以必须依靠母船提供保障 这样一来 其租业就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内 而中国深海空间站则拥有自己的动力 可以根据任务需求 自由航行到目标地点 当然 这座深海空间站并不是中国海洋探索的终点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中国一定能够建造出 下潜深度更大 载人数量更多 科研实力更强的深海空间站 并且再一次惊演全世界